大家好 我是POL76的小室 今天來到Studio的房間 當然是試試驗啟了 在我身邊就是兩條i-Fi Audio的電源線 Crosser和SuperCrosser 兩條線來說 在官方來說都是入門線 而兩條線其實在他們系列上 都有非常強勁的技術元素 聽說有一個叫做Ground Zero的技術 令到线的底部可以做到灵干扰 究竟这条线是我们的Studio 我会如何测试它呢? 现在立刻给大家看看 提供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钟仔按全部 我们有新的影片会立刻通知到你的 Quosa 其实就是一条电源线的状态 后面各有一个类似防磁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防磁这么简单 但详细一会再跟大家讲 另一边就会看到一个黑色盒子 在线身的中间 这个就是Super Quosa 它是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的器材 他们的名称叫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Tool 做一些与电源有关的修正 或者是可以知道 以及你的电源的上位究竟是否合适 但我们现在就先分享一下 这条Quosa 的一些线身 以及原理究竟是怎样的 Quosa 除了现在我手上的英式版本之外 也有美式版本 美式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杜金壳 但因为英式的关系 其实它只能做到杜金的插 有杜金的接触点 其实理论上在电源的传输上会做得更加好 价钱来说其实是三千多元 这个价位来说 其实对于很多Two Channel的朋友 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玩的线 但对于AV 的朋友来说 这个投资基本上都已经有一定的份量 虽然就是三千多元 而厂方来说就是入门线的状态 其实它都会将一些很独有的技术放进去 刚才有提到Ground Zero 这个技术 放进去线心 非常独特地将底线放在线的中间 大家看到线身其实都很粗 而线本身都重1.2kg 那么重的线其实里面有什么呢 它就用了一个真正几何的方法 一个平衡几何的方法 来做线心的排列方法 Ground Zero 这个是他们的自家设计 他们就将这个地线放在中间 火线和中线就用了两组互相平衡的方法 搅拘而成 将这个火线和中线产生出来的磁场 就可以做到一个体消 减少了接地的噪音 旁边其实亦都加多两条空心管 平衡每一边三条之外 亦都可以将两组的道体分离 同时用这个空气做住原体 可以大大减低这个视频的影响 用到最低的一个地线影响电源的状态 可以令到电源更加干净 能力更加足 线身上其实有两个圈 除了这个防磁环之外 其实大粒是防Radial Frequence 的一个环 现在我将这条线插到AVM 里 试试平常我看的电影 接着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之前 不如看完这条线的技术规格 接着实试环节 这条i-Fi Crosa 是电压90W至265W之间的电线 外径方面是17.5mm 共有5个线芯 它用上重型的OF-HC 连续铸铸制成 外壳方面是用了聚合物的一个物料 而五组高度电的无酸铜 以螺旋形双翘形式偏积而成 三层的聚合物作为保护和绝缘 这条线的价钱是$3,999 而另外i-Fi Crosa 有主动降噪耳的技术 可以主动消除带电 中性和接地所有频率 范围内的噪音 而这条线亦是用上真正的几何平衡设计 在电力的电纜上 就是属于首次这个设计 而价钱方面是$7,199 是属于首次第1个 1个,1个是养护第一次出入 2个是养护第一次出入 第二段是Alita 比賽被人圍攻的 尤其是養父第一次出入 我自己會覺得比較容易有尖聲和吉耳的情況 但換了這條線之後 其實線的性格是頗忠性的 它不會偏向某一方面 不會玩分析力也不會玩低音的 它會很平均地做出來 整個中高低三頻的音場 而且它會令到聲音背景乾淨度明顯加強了 Alita 無緣無故叫它離開時 它衝出來 接著就打擊第一個男人的機械人 其實那個前後空間感 很明顯地聽得出分別 而去到比賽那段 那段就更加容易試到很多 不同的空間定位細緻 那段有一個位置 我看到Alita 有一個機械人在下面 接著它就由一個上面 轉過去一個天花的空間位置 以前這個聲音的效果 聽到天花後聲 但要強烈的軌跡感 其實有點難 但剛才我們轉了Crosa這條線之後 軌跡和空間的定位 整體因為背景乾淨度高了 所以令到每一個位置的連貫感 可以比較清晰過之前我聽到的效果 而我們這部AVM 本身就是用了一個 Gothrum 的大力量的線 出來的聲音定位和空間都已經有 這條Crosa 給背景乾淨 令到所有的空間定位都可以更清晰了 但你說它會不會 可以令到整體的定位空間出來呢? 它又不會的 我剛才也有說 它是一條中性的線 它不會強烈了一些超高頻或者其他 所以你聽到會有一個乾淨舒服 而且它會將高音輕輕地修圓了 平時有些尖聲或者刀劍聲 其實它是可以令到你覺得 沒有那麼近身 沒有那麼吉耳 但亦都未至於離開了身 因為它空間清晰了 譬如好像有些很細節的刀劍聲 打橫框聲的那些 其實它都可以在左右喇叭 讓我很明顯聽得出 一個空間定位在裡面 大娛樂家就特意找回 其實最難搞最麻煩 一開場 一開場 亦都是因為這條線 令到整體空間的清晰度高了 它的低頻不會特別多了 但你會聽到 唱歌的聲音 很多不同的人聲 一起和聲的時候 那個圓滑度會高了 在這個價位上 其實它可以令到聲音 因為它的完整度和乾淨度 提高了那麼多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現在試完AVM之後 我就想試試 將這條COSA 放上BureGate 而BureGate 那條的電源線 亦都是Gothfm 將它拆回Lobo M 我試一下 效果究竟 在哪一方面 可以看到BureGate 比較大 剛剛我將i5 COSA 放在BureGate BureGate BureGate 就是Manetar的UDP-900 在我心目中會覺得 我放在Source上 聲畫又分家 理論上 聲音和畫面的Benefit 應該都會有 但是 原來這回事 插進去之後 畫面亮度高了 明顯地 一些很暗的位置 可以給我多一點層次 我看到的 另外 顏色方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明顯的大的提升 因為 在Alita出比賽的時候 他們會排在起點區域 其實有些位置 會拍到Alita的頭盔 盔甲 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很清晰 看到Alita的頭盔 紫色明顯是 清晰了 而且 顏色的鮮艷度 是高了 但是它不會 爆爆了 顏色出來 因為之前我看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留意 原來它的頭盔 有些圖案 有些紫細的 一些 可能是 箭跡 或者是 一些公仔 再加上 它的頭盔 是紫色 其實也不是很留意 但我剛才看的時候 它的頭盔 紫色明顯地 明顯地 顯示了出來 但不會令到你 古怪 你可以放心 但在聲音方面 它就會比較差 少少 沒有了剛才我聽到 那種乾淨的背景 天花聲的 那種舒服 壓下來的感覺 也沒有了 左右出來的聲音 以及高音 會開始有一點 表現的感覺 和音場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會比較上 COSA擺在M 是亂了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後 我覺得 原來擺在Source 上面 即是擺在BureGate 上 理論上 都可以利用到 但在畫面上 給聲音 就優勝很多 如果你真的想要 聲音漂亮 聲音好一點 我都見這條線 擺在AVM 那部分 可能會更加好的 然後 我還有一條Super COSA 現在我的BureGate 的COSA 我就不擺在 我便把這條Super COSA 放在AVM 試試兩條一起走 會否得出更加好的效果 Super COSA 插在AVM 一開始 其實理論上 已經即時聽到分別 因為我一開始 第一套試試大娛樂家 一開始 整體遇到2下 已經有澎湃的兩字 走出來 不是我講的 這是我們拍片的同事 一蹦蹦蹦 接著就很澎湃 接著就立刻 關上門 將這條Super COSA 放在AVM 然後留在COSA 在BureGate 老實說 聲音的提升 是令到我看 每一個章節 都不想停 看到這個狼人 Hill Jackman 大头,头的帽,帽里的毛毛 然后衣服的红色,红色里的细节 衣服的衣理质感 可以在120吋的画面呈现出来 老实说,画面的提升 刚才我们在Corsair上 其实都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但当换了M的Super Corsair时 反而那一部分我觉得是会再有提升 可能你会问,你两部机分开来换 为什么会有影响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 AV的系统只要你插了HDMI线 它就已经是一体化 它会将整个系统来做提升 因为HDMI里除了传送声画之外 其实它还会有接触的功能 是有连带性的 它会将整个系统连接投影机一起看 所以在这部份上 我插了Super Corsair时 就算是干净度、画面的清晰度 都会在Bluet Game上 在我的投射中投出来 而声音方面 明显是比Corsair大了半db或1db 而且是一个干净、实际的超低频 所以刚才一看那部电影 除了画面上的细节 我可以看得多了 狼人的面有一个很暗的位置 其实之前我看不到它的眼珠 但刚才我都可以看到它的眼珠 我只想看下去 不过我只想试一下Alita 平时我们看Alita这部电影 你会觉得灰、黑、色彩不多、不丰富 更换了两条线后 你会看色彩的丰富 即丰富度明显提升了 令到你都会觉得 原来这部电影都有些颜色 颜色也挺明显鲜明 而声音上也是 低频量会多了一点 但是那个干净度和空间的仔细度 会再有提升 它被一只机械人压着头 然后弄上来那一刻 那一刻的天花 是左右两只我都会听到它走向 而且最大分别就是 今次在天花里走的时候 是给了足够的低频 在那一刻我便觉得 我这个家庭影院其实真的 虽然不可以跟上次我们做 Pure Hi-Fi 的读器器比较 因为它的超低音是4-5 皮 两只加上都差不多10 皮 但我们这两只超低音 其实加上都是3-4 皮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它可以将低音和其他声道 做到的颜接做得那么好 我觉得收货 足够了特有余 可能你都会觉得 鬼不知买完两条一定好吗 那你这部飞机会买Super Corsair 更加好 但是价钱来说 Corsair 都买$3,999 Super Corsair 就买$7,100 其实加上都很疲倦 如果你问我 你家里是玩电视机的 未到投影机的 我觉得其实Corsair 已经够玩了 而且你是比较偏向 喜欢画面提升多 还是声音提升多 如果画面提升多的话 比如你55吋的话 我建议你不需要放进部机机的 我觉得你放进部AVM 里面 如果你是令到声音更加紧密更加干净 你是更加容易听到所有的细节 以及提升会更加好 我们玩Atmos 其实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它的空间阔 有时候阔到你会觉得不太够迷身 但如果你的声音背景干净了 它就可以帮你迷身的东西 令到你觉得很干净很舒服 高音滑的 高音不吉耳 整个影院体验就会好很多了 那说回这个品牌 iFi 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是做一些 耳机产品 小件东西 做一些降噪的产品 或者是抗噪的产品 为主的 但其实它都大有来头 因为它本身 其实它们公司前身 就是AMR的Audio 如果有玩开一些高音的朋友都知道 AMR 这个品牌 其实它推出的机器 全部都是顶级高音发生物品 不过 其实它们已经慢慢开始 那方面的产品就会比较少一点 在2010年的时候 它们正式成立了iFi这家公司 其实主力是做一些 与科技和声音有关的产品 例如解码 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随身的耳矿 小的DAC 耳机发烧油的层面上 iFi品牌的性价比 一直都很高 经常都会听到这些 而这一次 iFi Audio 借给我的Crosa 和Super Crosa 就是想我们试试 在AV的层面上 究竟有什么效果 因为在坊间 我都见到 不是太多人 去拿AV玩线材 来讲讲相对的提升 究竟是什么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两条线 究竟我们Studio的玩法 和之后的感觉是怎样的 老实说 真的不想拔 尤其是本身 旧的两条线 其实都是千多元货 在这一片东西来讲 究竟我会否入手 老实说 我看看有没有更漂亮的价格 有更漂亮的价格 应该都会入手 因为实在 不想拔出来 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下小铃铛 我们好奇就会通知 记得您看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